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主要是负责长城站越冬的医疗保障 首先物质和药品都要准备比较齐全的 另外我们也是跟一些队员相互之间的交流 带一些自己心爱的一些球队的一些吉祥物 带上去还有一些家人的照片 我是山西人 我带了几瓶老田书 还带了和乐机 整个月冬期间 包括液态和火态 也都收货量 也各自都在100天以上 晚上一点钟太阳还在天上 这就很难受的 那么以前这个十年就是靠安眠药 测了很多指标发现里面的规律 然后就在行为学上做分析 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叫做睡眠和觉醒 它有一个对应的一个健康的一个关系 很快我们就会推到市场 广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